我们现在来讨论可为分跟连续性之间的关系 那么首先要讨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连续性跟可为分中间的原来的定义或定理 那各位同学就会比较容易了解 现在我们考虑的是 我们考虑 有一个F 在X等于A的这一点 我们就考虑在A的这一点的话 它是连续的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来表达呢 表达函数是连续的 我们的口诀就是极限值等于函数值 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确定在X等于A连续 所以我们的极限 Limit X趋近A F of X 是等于FA 这件事情的话呢可以保证连续 那么什么叫做可为分呢 可为分的话呢就是为分存在的意思 就是说如果说在F在X等于A那一点是可以为分的 就是导数存在 也就是F'A存在 Exist 如果说同学还是不容易了解的话呢 我们就回到了原来的极限的定义了导式函数的定义 定义是说的 什么叫做极限存在呢 Limit X趋近A我们的话导函数的话呢这样写起来会比较简单 在A的这一点它的极限时是怎么写的呢 是F X减掉FA X减A 这就是在A的这一点的导函数 我们说它要存在 那怎么看存在呢 左极限 这个地方A负就是左极限 我们又称为左导数 如果说这个地方是右极限 A的A plus 那就是右导数 左导数跟右导数如果能相等 就代表的是在那一点是平滑的 在那一点的话呢是可以为分的 那么现在我们来说明的是 可为分跟连续性之间的一些因果关系 我们说可为分 这个地方 它可以导出连续性 而连续性的话呢是不是一定可为分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说不是 那么现在的话呢 这个问题就这么说 可为分跟连续性的话呢 有一个题目是 你们如果说要了解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你要不就是证明 要不就找出反例 那么我们第一个我们来证明 可为分就是能够导出连续性 首先我们就这么说 一个函数F of X 我们把它写成一个很技巧的写法 我们把它拆成 我们写成这样 那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个两个如果抵消掉了以后 这边抵消掉 确实的话呢 F of X 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那么写成这样的形式 如何能表达呢 来我们先让这个函数的话呢 这一个算式等号两边同时让它趋近A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的话呢 趋近A 这是一个数字 所以要趋近A 我们不需要写 我们就直接就照抄 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 这两个的话呢 这个地方我们确定是可为分了 所以我们这边极限的时候 可以把它拆开来 相乘的两个 这个极限我们可以把它拉开 如果它确认的是极限存在的话 是可以拉开来的 好 我们已经知道了 这个极限是存在的 这叫做什么呢 这叫做F'A 而这个呢 当X趋近A的时候 它是0 也就是说 各位同学看 这个地方相乘的是0 所以极限值等于函数值 于是我们就证明了可为分 当然就会导出连续性 那么至于说连续性 会不会可以导出可为分呢 那么我们举一个反例 让各位同学看 这个反例的话呢 这很重要 很有名的反例 那么我们的话呢 画给各位同学看 连续性的话呢 它不可以导出可为分的反例 我们举这个例子 绝对值X 它的图形我们画出来 同学会容易了解 这是X轴 它的图形是这样的 在X是大于0的时候 它是一个45度角的线 在X等于小于0的时候 在这个方向 就是Y等于绝对值X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样的图形 现在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在X等于0的这一点 X等于0的这一点的话呢 可不可以为分 来我们先看的是诱导数好了 右导数在0的这一点 是怎么写呢 是这样的写 这边是X趋近0正 这边是X减0 这边是F of X减掉F0 那这边就不用写了 那我们的话呢 我还是写下去看看 好 这个地方等于多少 各位同学看 这个地方的话呢 后面是0 从右边靠近 各位同学右极限 0的右边永远是正的 这边绝对值跟没有绝对值 当然抵消掉了 因为它两个是一模一样的 再来看左极限 这个左导数的部分 看看左极限的状况是这样的 左边靠近的时候 我们发现 X是小于0 小于0是负的 这边上面正的下面负的 两边一定会大小是相等 正负是相反 也就是说 这是右导数跟左导数 两个会不一样 各位同学看这边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表示这一点是没办法为分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尖点 是不平滑的 于是我们利用了这个例子 我们可以确认 连续性是不可以 能够导出可为分 可为分是确定 就一定是连续的